大家好 我是Rin 早晨 我發現原來戴著眼鏡開燈有綠色的東西 她好決定不戴 早上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的行程是準備和白先生一起去My Nice Home Gallery HGB Hub 去看新加坡的祖屋 這個早上在去之前 為何要睡眼星鬆和大家拍片呢 因為非常開心 小女子接到Usmile Y10 電動牙刷的邀請 多謝Usmile 等到今天以後來的影片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電動牙刷的好物 當然要拆牙給大家看 超可憐啊 昨天奶幾滴水 這次跟大家分享的產品就是 Usmile Y10 Sonic Electric Tool Brush 一盒裡面包括一個電動牙刷的病 還有送兩個刷頭給你 還有一條充電線 充滿電 續航181 一開始你就會看到你要選擇語言 當然你可以選擇中文 英文 日本文 我喜歡的話我長按 那就是選擇了中文和我的語言 上面這個黑色小螢幕會告訴你 你要使用哪一種模式 你擦了多久 你現在應該擦哪幾顆牙 還有你擦的時候你的力度是否適中 還有計時 所以基本上會把你的擦牙狀況 還有提醒全部在這個小小的形容 告訴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歷 我擦牙的紙會有時不小心會撕水 就會去到別處 然後我擦一擦一擦一擦五分鐘 或者同一顆牙刷一擦兩分鐘 變相整個口腔裡面的牙刺 可能沒有被平均地清潔到 真的不是太好 所以就非常開心獲得Usmart的邀請 去試用電動牙刷 其實操作起來是超簡單 你只需要選對你的模式 Y10有四種模式給你選擇 如果你什麼都不想想想 例如普通的擦牙刷 你可以選擇智能模式 基本上你一按完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擦 我自己就在這裡擦了大牙 因為我經常覺得大牙是最髒的 收到很多東西 除了智能 還有清潔 亮白 還有可惡模式給你選擇 擦到差不多 如果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就可以拿牙刷出來看看 擦了多久 還有有哪些地方還未擦 或者需要加強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智能式配口腔 自動加壓減壓的功能 有時候可能你擦得太大力 你施加了更多的壓力 其實這隻電動牙刷 可以感受到 從而調節它的震動頻率和壓感 完美式配口腔 所以如果大家同樣 都心思思想由傳統 Menu牙刷轉去電動牙刷試試看的話 不妨在下面的概念欄按進去 Usmart的Y10Sonic Electric Toothbox 買一隻回去試試看 乘搭了一輛車 就來到Tobayo 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來到Tobayo 你一下車或者看到周圍的房子 我覺得這裡好像香港的沙田 這裡這樣看過去是 不知我 好像沙田 然後這裡有一個中心的購物店 通常都是一色一樣 我想它跟Tempanese的Tempanese Mall 都差不多 這裡是不是也算是 新加坡比較市中心的位置 對 市中心 我們現在要先找食物 然後再去My Nice Home Gallery 看 非常矮的商場 在購買一些很Homely 旁邊的東西 現在就來到一間小小Homely Cafe 感覺就很簡單 很旁邊的 吃一下西餐 雪糕 是4元雞的Longback 外面的Cafe好像最少都要5.5元 5元 3 2 1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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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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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就是那天看到總統先生本人 HB Hub 其實HB Hub是什麼 HQ Living Space 下樓 我第一次來的 這個這麼漂亮 整個科學館 怎麼這樣 HB的發展市 不同的區域 如何建造 這個有拔篤 Tem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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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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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ice Home Gallery Show Flex 看看 這個My Nice Home Gallery 是免費入場的 它是HQB的Show Room 大家都知道HQB有不同的尺寸 基本上有2 room flex 即是最小的那種 到5 room是最大的 5 room即是三房兩廳的尺寸 有些人未有裝修的想法 所以可以來看 吸收靈感 看看如何裝修他們的房子 我們想買的尺寸 就是新加坡的4房式 或者5房式的組屋 90m2或以上 然後是有3個睡房 3房1廳 或者3房2廳的尺寸 但實際上 其實我們在上網看到 那個單位尺寸 例如90m2 或者100m2 我們有點想不到實際 那個大小是多少 雖然我們有去過 我們朋友的家參觀 我們自己本身 也是住在比較舊式的 4房式HQB組屋裡 要比較不同的尺寸 實際進行一個 尺寸的比較 我覺得會得到的感覺 所以這次來的目標 其實是4房式和5房式 但剛好看到三房式 一個66m2的尺寸 其實是跟我香港的家 一樣大 那儘管進去感覺一下 先看看 啊好啊 哇 OKOK 挺搞笑的 真的好像進了別人的家 三房式 其實一進去的 右手邊已經是Store Room Bomb Shelter 這個房子也是沒有窗的 通常真的被人用來擺東西 而你走進去左邊 就是一個Open Kitchen的位置 我相信如果你想弄門 也是沒有所謂的 就是Dependent你個人的選擇 Open Kitchen裡面 是沒有一個 Stand alone的Service Yard 你浪山的地方 跟廚房是黏在一起 完全黏在一起 然後廚房的外面 就直接是客廳 然後有飯桌 老實說 我不是覺得特別小的 一個三房式 不過可能阿寶就覺得特別小 始終因為他是住四房式 即是舊式四房式的HGV長大 我在飯桌的另一邊 就開始是你房間的走廊 感覺上就跟我在這條片 我參觀過朋友仔的新BTO 四房式 差不多 房間也是沒有特別 進頭的另一間Master Backroom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梳妝桌 或者書桌 然後電視機 然後床 兔廁 一個Master Backroom的廁所 六十六Square Meter 我想你兩夫妻住 可能生一個小朋友 甚至不生小朋友 就非常之夠用兼舒服 但如果你兩夫妻再生一個小朋友 可能有機會你又要請工人姐姐的話 一個六十六M square 就可能有點窄窄地了 還有我有少少覺得 好像跟之前我在Kmart和Ruby的影片 那裡看過 他們Flag裡面的設計 好像不同了 三房又覺得太小 看看下四房 洗白錢 Let's go 那四房式呢 這一間是90Square Meter 那它有Master Backroom 連套廁 睡房睡房 公共廁所 跟著一個客廳 還有也是廚房的部分 這個四房式都是很標準的 一進去就是客廳 沙發 電視機 還有電視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H&B客廳的設計 好像我去過的數位 客廳也是這樣 然後右手邊就是一個廚房 也是做了開放式 另外這隻就是比較常見 我所說跟廚房分開的Service Yard 這次的Broom Shelter 那個Store Room 就在廚房那裡 instead of你一進門口就看到 而這次所有的睡房 兩間Backroom 和一間Master Backroom 都是處於這個Flat的右手邊 所以就跟剛剛剛剛的Free Room 方向上是完全不同了 但間隔也是一樣的 廚房走出去 這裡呢 第一間Guest Room 這裡呢 他就拿來做了書房 其實都很簡潔的 例如打機也好 工作也好 獨立書房這件事 在香港也很邪屍 即是你每一個機會 是會有一間房間 又不拿來睡覺 又不拿來拿集東西 真是用來做Study的用途 即是首先你有一間 急了出來的房間都已經是不好 接著旁邊的一間 是另一間Guest Room 如果有小朋友就變成一個小朋友的房間 那尺寸呢 跟旁邊那間 我想是一樣大 這裡旁邊是Master Backroom 這裡不是的吧 這是什麼來的 這裡沒有關係的吧 這裡是外面 嚇死我 嚇死我還會來外面 有這麼大的地方 這裡超大 比這個整個屋更大 先進門口的位置 進到過來 有一張大大的雙人床 在四房式的Master Backroom裡面 當然也有一個套餅 這個廁所就跟外面的 普通廁所 大小和設計都差不多一模一樣 這隻是比較標準 我覺得好像在新加坡的總屋 尤其是現在新氣的 可能很多都是四房的 這種設計和尺寸 Fryframe的門口是幾千雙鞋 無反的設計就是三房兩廳 一個超大的飯廳和客廳 所以這就是一個一房兩房 三房四房五房 就是五房 最後這個五房式 也有點硬 五房式一進去是一個超超大的客廳 因為其實它是三房兩廳的 兩個廳 飯廳和客廳是黏在一起 到來 其實我聽到最多人的留言 就是 哇! 這是一個浪費的地方 好像很多人都覺得 一個地方沒有放任何東西 就浪費了 那…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浪費了 但它就是非常之空狂 廚房廚房廚房 Open Kitchen 或者在這裡喝酒也可以 同樣地都是有洗衣服的地方 這個Service Yard 然後這個這麼大的地方 整個都是廚房 然後這裡有三間 Guess Room 這個是第一間 比較小一點 其實也真的挺小的 哈哈 然後這裡有Guess Room No.2 哇! 這個是BB房來的 它設計到 書桌 只有一個可以在這裡做功課 另外那個不用做了 這個是Master Bedroom 它的梳妝台在這裡 然後 同樣都是 都是一個床對著電視機 我發現你們很喜歡 一個床對著一個電視機 可以安訓你馬上Netflix Netflix and chill 旁邊有這個套廁 它也是乾濕分離的 房間上面其實是差不多 間隔差不多 大小差不多 但是它主要是廚房很大很大 超級大 所以另外我紋身了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 不知道五房式的房子 會不會太大 不知道太凶狂 還是可能是四房 現在覺得夠 但之後可能有很多雜物 很多東西放 變相又不夠 如果五房才是剛剛好 這個真的 真的很需要去想一想 就是四房 versus五房 不過當然不是房子 除了大小 Layout之外 有其他更多的考量 就是價錢 新舊 還要買幾年單位 高矮 近不近 MRT 它本身的屋邨是否一個 蠻長的Este 也有幾多東西要考量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就算是 看一看尺寸 叫做 Visualize 多一些我們想像中的 尺寸大小 在現實中到底是怎樣 不過我相信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起碼今天踏出了第一步 非常好 好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今天就當是 大家陪我們一齊來 My Nice Home Gallery 這裡 看一看 有四房 五房 還有三房 HGP Flat 大概是怎樣 始終是一個人生很大的 販賺投資 值得花多點時間去看 而且去看房子也挺有趣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一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條影片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 你好 還好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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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